如果有時有些武器、利器在身上 那是怎樣呢 利器比較麻煩 因為始終武器 我們都覺得你們能夠付錢就付錢 錢可以加劫問題就不是問題 問題不是劫財嗎? 問題就是女子… 女子的問題就是未必一定是劫財 對 也算是問題 所以我們起碼會告訴你們 你們知道了 起碼心裡有一個方法 通常男子… 有刀 如果是刀的話, 因為你怕死 但女子通常會放在臉上 威傭, 更害怕… 因為寧願死比威傭, 對吧 所以女子通常會放在這裡 他們會很聰明 我們通常放在這裡 當然你想付錢就付錢 如果不想付錢, 我們會抓住它 然後攻擊它最脆弱的部分 然後推開手, 然後就離開 對, 所以動作要快一點 它應該不能動吧? 理論上是, 你看見她的表情是怎樣 基本上你就會知道 潘Sir, 可否示範一個慢動作 這麼快看不及? 好, 基本上無論放在頸上也好 放在身上也好, 放在臉上也好 是 無所謂的 放在它之後, 你先把手推開 身體和刀離開了 手都伸直了, 相同 手都伸直了 然後抓住手 兩隻手都伸直了, 為什麼呢? 如果伸直了, 無論它有多大力 刀也不能推開 如果很小, 最多一份讓它推開 就不會…你縮著手, 它就會走過來 所以一定要手伸直 然後就開始… 踢它, 還要過來 對, 沒錯 就是最脆弱的部分 好嗎? 踢完 基本上你會知道踢多少下需要 你看到表情的客戶 當時不會說, 狂聽 聽到聲音, 你會知道 好嗎? 然後你就推開刀 然後就可以離開刀的方向 你不要推開刀後, 再向自己推開 不會, 伸直了 很難說, 沒練過… 就是沒試過, 是嗎? 會不會躲下, 如果你踢得夠大力 對… 稍後可以 你可以先試一下 敏感步, 我們也不太方便試 第三個動作不是用武器 基本上我們是被人捏著鏡子 女子和男子有一點分別 男子就這樣捏著鏡子 他可能要你武器 呼不出氣、拿你的東西 女子可能會捏著鏡子 然後摸你, 這是另外的原因 所以我們要快一點 是, 好, 明白 太快了, 要問你再試幾次 慢一點, 是 他捏了你之後就不要等了 不要等到武器進去 當然 快一點, 用手繞著手指甲 很快, 用手掌用力 用手掌用力 然後踢上去, 好嗎? 我們不可以向上撥, 好嗎? 向上撥就…你跟它鬥力 不需要跟它鬥力 不需要鬥力 向上撥是比較困難的 其實最重要是快 不, 我意思是你先這樣捏著我 我們一定要這樣撥 是會比較好嗎? 是 好過這樣撥 對,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是好, 很多人問的 對… 因為這樣的話, 他的手就分開了 而且他自由了, 他可以打你 他可以再做其他事情 對, 他可以捉你頭髮 因為很多人喜歡拉頭髮 或者一拳打過你 或者一巴掌打過你 你要再擋過 但如果我是勾著它 拉著它的時候, 踢它 如果我第一腳踢不中的話 我的手還在這裡 捏住了手 沒錯, 我還可以繼續踢它 這個好處就是這樣 對, 主動拳會回到你 因為你捏住了手 對, 你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不過我們女士通常會有一個袋子 旁邊的身體 是 如果真的遇到襲擊的時候 我們的袋子有沒有幫助呢? 功能呢? 是 有, 有幫助的 當然第一件事, 習慣一下 要犧牲袋 是 怎樣犧牲呢? 你現在嘗嘗 沒拿這麼貴的袋 對, 你也要犧牲 可能有鱷魚皮 可以, 擋得下 對, 所以通常我們應對攻擊 譬如他用刀攻擊過來的話 我擋住它, 盡早越好 當然你遲了就會變成刀刺進去 撐住了 我袋子就租了, 自己想了 所以一做一點 推到手上 是 然後又踢它脆弱的部分 然後推開… 刀接著就走了 走走了 謝謝潘Sir、張Sir 謝謝 拜拜